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櫃 這次帶大家來到近期抖音爆紅 年輕人想要求事業、財運 必仿必敗的台中農警三陽玉府天宮 歡迎光臨掌櫃說 我們是一個關於轉運、祈福、變好命的頻道 如果你現在沒有時間把影片看完也沒關係 記得先訂閱,把掌櫃說頻道存起來 這樣才不會找不到我們哦 龍井三陽玉府天宮主是神尊為玉皇上帝 最早是由曾文基先生受山東泰山玉皇 頂玉皇上帝托夢降旨 要為其修辭建功祭祀 因此曾文基先生於大渡鄉設立三陽玉府天宮 而後由於玉皇上帝祭祀及千師及其靈驗 指示信眾無一不準 因此信眾日益眾多 原子已不復用 因而遷功於現在龍井的這個位置 而後又經過歷屆委員信眾出力協助 使有今日所有土地面積於三公頃 佔地兩千五百多坪 為而壯麗之宮殿建築 在大殿玉皇上帝的金身高有21.5尺 重達15公噸 全由錫金銅999金箔一體成型打造而成 是台灣室內最大的玉皇上帝金身神像哦 而在玉帝兩旁 同樣有用青銅金箔打造而成的觀世音菩薩 以及釋迦摩尼佛 站在這裡總是會被這三尊 巨大宏偉莊嚴的氣勢所吸引仰望 也能感受到玉帝 觀世音菩薩 以及釋迦摩尼佛的慈悲靈驗庇佑 山羊玉府天宮的玉帝神尊特別的是 不像傳統玉帝神像 是有胡須老人的樣貌 反而是以先天的年輕樣態雕刻而成 這也是因玉帝指示 要多照顧庇佑為事業家庭打拼的年輕人 希望以年輕的樣貌顯像 才能更貼近年輕人 所以真的每次來到這裡 來拜拜的年輕人真的也非常的多 而在大殿的前方 也還有奉飾許多其他的神尊 來讓信眾參拜喔 阿祇 在大殿的正前方 还有一座重达山盾 直径约两公尺的天宫炉 这可以说是在全网上最红 拍照打卡最多的天宫炉景点了 因为在这里 信众可以用山羊玉府天宫 专属的大龙香来参拜玉帝 让我们的心愿能够更快直达天厅 顺遂圆满 而大龙香有各种尺寸 包含三尺以及四尺半的 而最高的尺寸超过180公分 需要五天才能够烧完哦 很多信众其实也都是远从全省各地专层跑来 就是为了敬献大龙香来向玉帝祈愿的哦 而且如果我们近期运势有卡关不佳 或者是身体病痛的状况 除了敬献大龙香之外 也可以来专我们的天宫炉 能够去煞橱桂 平安健康哦 对了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主题 别忘了先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 还有订阅掌柜说频道 先把我们的频道存起来 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 参拜完前殿之外 其实在山羊玉府天宫后面还有一个鲜少人知的隐藏版欺负店 就是在后面其实还有一座受百神加持的龙喉水可以让人取用 那为何说是百神加持呢 原来是当初主委发现此处是龙喉甘露水淋血时 本来要取名为玉帝龙喉水 但是玉帝告诉主委 不可以冠上玉帝之名 因为此处是淋血 凡有路过的众神皆会在此穴停留加持 来此求水的信众便能获得更多的庇佑 但是若冠上玉帝之名 众神便会尊重玉帝认为是玉帝专属 就不敢在这边打扰加持 反而失去让更多神明加持的机会 因此最后便只奉拜龙王菩萨取名为龙喉水 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山羊玉府天宫 不要忘记来到宫殿的后方 来取金百神加持的龙喉水回去哦 山羊玉府天宫整体公积巩固 店与围额壮丽 从山门下一路上来庙城广场 无论在店内店外 皆能感受到壮阔非凡 穷楼玉宇的气势 如果有机会 七掌柜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参拜走走哦 关于山羊玉府天宫的电话以及地址 七掌柜也会放在下方提供给大家哦 而如果你知道更多关于山羊玉府天宫的介绍 也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让更多人可以认识山羊玉府天宫 或者是如果你也有到过山羊玉府天宫拜拜 也欢迎留言告诉七掌柜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影片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可以的话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商片通知哦 也请你动动小手帮我们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你的支持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共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